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4月18日星期日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上個星期 一位美軍艦長喬腳 看著遼寧號的照片 在網上熱傳 原來現在如波未了 因為在較早前 又有另一張衛星照片顯示 遼寧號竟然停留在海南島東部 距離三亞港290公里的外海那處 一整天動都不動 引來網上熱議 有人猜疑 究竟遼寧號是否發生故障 另外在今天 網絡上又封傳一張照片 說日本有一艘軍艦 竟然間就特地走到遼寧南附近的那處打卡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究竟遼寧號 是發生了什麼的狀況 網絡上流傳的一張 衛星照片 顯示4月12日當日 遼寧號等的艦隻 在海南島東方外海 原地停留了一整天 在網絡上引來熱烈討論 不少人猜疑 究竟遼寧號是否出現了 故障的情況 台灣方面有位軍事專家吳明傑說 遼寧號 下水已經是三十多年 重要的動力來源 在依賴南上那八具 舊型的蒸氣窩爐 去燒重油來驅動 他還說 發行的時候 需要啟動至少十幾個小時去熱機 長時間去運行 動力系統的確會存在風險 有可能發生故障 即是說 可能窩爐燒了 哈哈哈哈 但這是其中一個說法 目前來說 還未能夠證實 但這位吳明傑還補充 說他也不能排除 遼寧號可能在海域的樹 進行藍載機 千十五的起降訓練 我相信後者的機會 也不小 因為後來有些片段的確是 拍得到 遼寧號是在做起降訓練的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另一位軍事專家 鄭繼文所說的說法 他就說 無論是機檢故障 定點停靠 或是採取低速前進 這些全部都是外奸的益測 目前是未有實質證據 可以作為助證 雖然 目前的狀態 就是毫不尋常 但是 似乎都沒有辦法 證明得到 大陸是有派送拖駁船 或者是相關的輔助艦 來配合遼寧號的行動 其實他這個說法 也是相當客觀 因為目前來講 又真是未見得到 有些補給艦 或者是甚麼的輔助艦 走去 幫遼寧號解困 所以目前來講 其實很難確認 說他真的發生了一些故障 好了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 在今天 日本的討論區上面 就在流傳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中間那隻 就是大陸的航空母艦遼寧號 旁邊 就有一隻中國054A型的 藍隻 左手邊就是 一隻日本的護衛艦 究竟這張照片 是怎樣拍得下來的呢 根據日本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原來拍這張照片的那個人 就是一名自稱 在美軍 藍隻 馬斯廷號上 服役的 一位華裔 美國大兵 他就在Twitter上 來發佈 這張照片 根據日本媒體的分析 就說 依據這首日本護衛艦的外形特徵 很有可能 屬於 川羽級 或者是高波級的護衛艦 這張照片 在日本的社交媒體上 就是廣泛的流傳 以及熱烈討論當中 因為之前就傳出了 遼寧號 原地停留了 一整天不動 現在 有手 日本的護衛艦 又洗了 不知做甚麼 有些日本網民就說 遼寧號 變成了一個打卡的熱點 哈哈哈 好了 我們跟著看看 其實 發佈這張圖片的Twitter account 其實之前 還有一條影片 是可以拍下來的 那條影片是拍甚麼的呢 其實那條影片是分多鐘的 拍到一架中國的 千十五艦載機 成功地降落到遼寧南上 而且在成功降落的一刻 那位華裔美國大兵 發出了一些 WOW的讚嘆聲 有些日本網民就說 其實這個聲音 帶有多少諷刺意味 因為一隻艦載機 能夠成功降落到一艘航空母艦 實在 沒有甚麼值得驚奇 或者是讚嘆 正當這些圖片和影片 在網絡上面熱傳之際 這個Twitter帳號 忽然間 就把所有的貼文 設置為 指限他的Followers 追隨者才能看到 但是 其實有不少的網民 已經把這些 圖片和影片 備份了 他們下載了 重新再放過上網 其中一個 就是 大陸的官媒 《環球時報》 他們拿了 1015成功降落遼寧號的影片 放在他們的微博上 當然《環球時報》的目的 無非是拿來做大內宣 自吹自擂一番 他們說 視頻顯示 一架 1,15 艦載機 在美軍面前 平穩降落 在遼寧號的航母上 引得現場圍觀的美國海軍士兵驚嘆 而在遼寧號的不遠處 052D型驅逐艦 成都號 和055型驅逐艦 南昌號 一前一後 都在執行 護航的任務 據了解 這段視頻是由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一名士兵所發佈 根據這名士兵在個人社交媒體帳號上的介紹 他是屬於華裔 這幾天一直都在中國南海跟蹤中國的航母編隊 他還在社交媒體上說到 真心希望中國海軍不會對台灣採取突然行動 其實那位美國大兵真的有說過這句話 因為 根據日本的媒體報導 其實也有引述同一句話 我相信這句話真的是他說的 但是我覺得這些說話 都是 很難夠理解的 因為作為一名軍人 他當然不想發生戰事 因為一旦打仗 就一定會構成生命危險 無論是高風險低風險或者怎樣也好 作為一名軍人他肯定不願意打仗 這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就被環球時報拿來做大內宣 但是在那篇大內宣的報導當中 又沒有提到日本護衛艦究竟搞哪科 那究竟人家是不是特意走過去打卡 還是怎樣 如果是的話就很搞的 就是人家特意走過去 就在你面前 叫做督眼督鼻 然後就洗走了 其實這個多少帶點挑釁的意味 以及 拿警令贈慶 當然了 遼寧號究竟他是沒有動 還是他是關閉了應答器 使得外奸以為他是沒有動 兩種說法都有人說 但是現在很明顯遼寧號 其實就是有做到這個 艦載機的起降訓練 如果你說遼寧號完全不動 去遷就那個艦載機的起降 就相當奇怪 因為就算去做訓練的時候 你沒理由整艘航空母艦停下了 去遷就那個機 因為換轉在一個無異的實戰環境當中 也沒可能說整艘航空母艦停下了 雖然就算美軍去做軍事演習也好 其實 他們都會調節航空母艦的航行速度 去遷就那些 艦載機的降落 因為一般來說 降落會相較起飛為之困難 因為航母的跑道實在太短 通常降落會有四種狀態 第一種就是安全著艦 即是成功降落 第二就是需要復飛 即是說 在那艦載機未曾碰到甲板的情況下 他就被迫再次要起航 第三種就叫做逃逸 即是說 那艦載機在降落的時候 已經碰到航空母艦的甲板 只不過他就降落失敗 要再次起飛 第四 就是撞艦 即是撞到航空母艦的 一些部分 比如說那個艦載機 所以大致上就可以分到這四種的降落狀態 而在美國大兵所拍到的那段影片當中 那架 那千十五戰機 就是第一下已經是安全降落了 所以可能就是令到那個大兵 為何會發出一聲的讚嘆 這是我估計的 但是到底遼寧號當時的航行狀態是怎樣呢? 他是低速航行 還是靜止不動呢? 如果是靜止不動的情況下 去做起降訓練 當然 艦載機能夠成功降落的機會 也是會增加了 那到底遼寧號是有動還是沒有動呢? 《環球時報》那篇報導就沒有交代 而從美國大兵所拍的那段影片 其實都不會看得很清楚 因為航空母艦就不會動得很快 究竟在他那分多鐘那艘航空母艦有動還是沒有動呢? 我就真的判別不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